本系统之主要元件包含马达、电源座、皮带、飞轮、驱柄轴 其中驱柄轴又包含离合器、煞车、冲轴、滑块组、模具、本体、底座、连杆组 本系统之作动原理,首先启动电源 马达经由皮带将动力传达至飞轮 马达转速约1550转 轮系设置为1比9 飞轮转速为107到180转 经由飞轮传达动力至单驱柄轴 其中驱柄轴包含确动离合器与煞车机构 确动离合器具有分开与接合之功能 当离合器与飞轮接合后 马达动力及传达至冲轴上做冲减下料之作动 接下来做组装后性能测验 转向测试 依到我们设计之电路 利用串联的形式将插座、开关以及电容串联在一起 测试结果若发现转向相反时 将白线与黑线互换及完成马达转向测试 接下来将电源控制和螺丝锁紧 然后将3PIN的公插插入3PIN的母插插座中 并且锁上马达固定螺丝 然后接上110V交流电电源 启动开关并测试转向 结果即为我们所要的转向 驱柄轴之键巢测试 按下离合器踏板 用手旋转驱柄 将冲轴拉至上磁垫 并确定月牙型勾销 有顶住离合器 即完成驱柄键巢测试 其目的为了使料板能顺利放入模具中 以力冲减下料 启动冲床 检查是否有飞轮与雀动插销碰撞而产生的咔咔声 按下冲床踏板 发现确动插销已经能够准确的插入飞轮座的位置 最后检查刹车是否已经将飞轮惯性让冲轴做连续冲压动作 测试结果 确定已消除此惯性力 测试 启动电源 只要针对此杖做冲减 来做铝料充简 0.12mm 测试 测试 谢谢大家